双方官兵还就如何提高射击精度 各型武器使用时机等内容进行探讨交流 中辽有一盾牌2024联合军演5号开始在辽国举行 双方士兵展开多种武器射击 分队战术战斗勤务等专业课程训练 但因为距离非日双方8号签署相互准入协定的时间点相当接近 因此被解读是中国再向日飞校正 尽管这是中辽第二年共同演习 但学者认为因为中国今年已与包含俄国 辽国越南等七国进行军演 与此同时在东欧的中国与白俄的老鹰突击演习 也被认为是在向北约示威 所以认为动机并不单纯 至于非日的相互转入协定 当中允许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 学者分析双方深化军事合作 除了非国基于在南海主权争议上 提升在东南亚区域的声望 也藏有军火交易盘算 中飞在南海主权争议对峙的战场 从海上转移到陆上军事竞争 三零星文章有权利加歇台北报道